赢家看台股为你掌握今天的盘是重点 台北股市今天新春开红盘 说到在农业年假期间国际股市动荡 这道琼总共跌到了180点 那么今天台股一开盘就是跳空大跌超过了1% 失守8000点大关 并且没有多久就来到了今天最低 7953点 那么随即受到了台积电大力光 还有中钢等全职股的走强拉台 大盘也持续收敛跌幅 到了10点钟左右 更是一度的由黑翻红来到今天最高 8074 但是接着又受到了预估成交量持续的萎缩 使得指数无力再攻高 并且再度翻落到了平盘之下来震荡 到了尾盘则是受到了速化肋骨的拉台 加全指数在中场 由黑翻红 小涨3点收在了8066点 勉强的守住了8000点大关 那么成交量是相较于2月3号的封关日 当天是放大到了879亿元 搜寻盘面当中的上市强势股 看到在台南强震 除了围观金融大楼倒塌 造成了严重死伤 多处房屋的毁损也产生了重建的需求 加上了大陆对于水泥钢铁过剩的产能 启动了太弱流强 使得钢铁股在今天表现是最强的 像2063的世凯 跟2013的中钢购是涨停作收 而条钢的东钢大涨超过了7% 其中其他包括了龙头个股 中钢在内的多档指标 都是涨幅超过了2% 而水泥肋股也成为了盘面的焦点了 我们看到远东区五大贩用数指 现货行情连昧走坚台本国桥 还有华夏的股价都表现静阳 而台化的涨幅也超过1% 其中看到台本元月份的营收 11.09亿元 年增率有105.05% 那么汽车零组件大厂1319的东洋 也在今天公布了元月份的字节 合并税前净利3.65亿元 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1.03倍 单月税前EPS 0.6元是创下历史新高 将来重回了所有均线之上了 其他的零组件当中 包括了1568的苍佑 跟5288的F风翔 股价表现也极为的飘悍 而手工具机当中1541的昌泰 去年EPS预估将突破3块半 加上今年的营运持续的看窍 使得股价在盘中就锁死到了收盘 而IC设计龙头2454联发科 元月份的合并营收213.26亿元 创下14个月的新高 也重新占回200亿元大关 在今年的股价冲高了2.75% 另外看到在同样IC设计当中 创意跟联勇也有亮眼的股价表现 而散热族群当中看到泰硕 在通讯云端的带动之下 今年营收挑战了两位数的成长 而超重元月份的营收 更是再创下历史新高 而网通当中有质疑 元月份的营收18.98亿元 年增13.57% 就是股价是上演了喷出的行情 而被动元件当中看到着奇力心 元月份的营收创下新高 今天是涨停板作收 龙头的个股2492华星科 也大涨超过了7% 而连接器当中3605红质 积极的转型 去年入股连接现场违汉 跟中国大陆车用连接器场大地 今年营运渴渴望出现大翻转 而2342的茂姓呢 在马来西亚公司赤字了7.79亿元 认购全数私募了普通股 成为了最大股东的激励之下呢 股价是跳空 涨停是一架到底 而弱势的族群看到的是金融 龙头双指标 包括了富邦金 跟国泰金 跌幅都超过了2% 而电子的弱势的个股 有光宝科还有面板当中的群创 LED龙头 金电 以及网通相关当中看到的 智邦 振文 等等个股都是跌幅 相对的是比较显著一些 那么IC设计当中比较弱势的个股 帮您搜寻出来 包括了阳智跟智源 而生计股比较弱的指标 包括了F左登跟F康有 而OTC的表现 贵买指数在开低之后 在生计股的拉抬带动之下 迅速的由黑翻红 随后更是在汽车 领祖建筑群的带领之下 来到今天最高124.46点 而10点钟过后 我们看到由于生计 太阳能 还有游戏类股表现比弱势的 OTC又逐步了往平盘来靠拢了 尾盘在大盘的带动之下 又慢慢有扩大涨幅 只是并没有突破早盘的高点 中场是以上涨0.39点 涨幅0.32% 收到了124.1点 而上过的强势股 看到散热当中3324的双红 传出渴望打入了韩系手机大厂 三星S7新手机的供应链 在分盘交易之下 仍然是以涨停作收 而汽车领祖建 看到6238的胜利 同样是有9.64%的强势表现 我们看到这同志 则是元月份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倒车影像系统 今年列入了标准配备当中了 而轴承3548的照例 元月份营收年增了58.66% 那么月增率也有3.5% 是连续第二个月的创下新高 其他的强势股 包括了被动元件当中的台加硕 深化价当中有FIT强功涨停 而手机应用软体当中的F通讯 同样是涨幅足足10% 镀膜则是有Anker 而OLED当中有至今 光通讯则是波若微表现都是相当的强悍 至于OTC的弱势股 看到在自行车的爱迪亚下跌了5.78% 而ISC设计则是有创维跟F昂宝 游戏的弱势个股包括了大宇兹跟橘子 而风测当中则是3374的精彩 股后汉维科今天也下跌有将近4% 至于在期货的表现 国际股市在农历年假期间表现疲弱 他指其今天开低直接跌破了8000点之后 没有多久呢 就来到了今天低点7907 那么随后在现货的拉抬带动之下 重新站回了8000点之上 那么盘中也有速度看到了 在价差是油腻转正 他指其在尾盘1.20左右 再创下今天的高点 那么可惜现货在成交量萎缩之下 没有办法同步的过高呢 看到台子期最后是以上涨13点 收到了8049点 那么以上是今天期现货的盘式重点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